早安 今天是2024年3月12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AT开市直击 今早我们有博威环球政圈 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 我和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聂长 今早大事有什么焦点? 见到日股的表现开始有反复 稍后我们会分析一下走势如何 另外 昨天来说 李电股也有一个做好的状况 到底是否一个好的投资机会呢? 稍后会谈谈 好的 如果投资者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或者有心得想交流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上日是个别发展的NVIDIA 再跌2% 以场观望美国今晚公布的通胀数据 三大指数是低开的 道指中段一度最多跌239点 之后是倒升的 收市未升46点 收报38769点 纳指收市跌0.4% 收报16019点 标指未跌5点 收报5117点 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 英国富士指数向上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升2% 比特币再创出历史新高 一度突破72,000美元 焦点股方面是个别发展 Google、Tesla和苹果 升幅超过1% Meta回吐4% 连跌第二个交易 芯片股亦有回吐 NVIDIA第二天向下 再跌2%收市 AMD要跌4% 台积电跌1% 比特币一度创出新高 Coinbase最多升5% 收市要到跌近1% 以月托政圈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普遍向上 京东折合港元升穿100元 收报101.96元 比港股再高出3% 美团上日在香港升5%後 ADR向上 再比本港收市高1% 折合90.27元 友邦比亚迪和港交所 都比本港收市量高 汇空比本港收市低 太区方面 日经平均指数继续向下 最新已经跌超过1% 昨天跌800点 今天早段跌近400点 最新跌至38430点 首义总合指数向上升11点 新西兰和澳洲指数是各别发展的 升尼普通股指数最新升6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现在跌63点 好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 和大家先跟进一下 最新现在就是 恒指达到16,600点左右的水平 正在升超过100点 稍后对原本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 外围方面有两个方向和聂长谈谈 先说说美股方面 现在市场观望着今晚的通胀数据 上日美股其实就看到是各别发展 有升有跌 现在就是在看 因为昨晚其实指数叫做变动不算很大 但是大家留意着 晶片股其实都跌得多 例如NVIDIA连跌第二个交易日 以及刚才说的AMD、台积电以及ARM 其实都有一个比大市大的跌幅 现在大家就是在看 这个板块上会不会有泡沫 或者说之前在某些水平买了的投资者 现在应不应该指赞 摩根大通的策略员其实就说到 他说科技七雄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七雄 现在的股值其实他们的判断 就是远低于高峰时期 淡化了市场对美股升幅过分集中 这一类股份的优虑 就是刚才说到的情况 就是说有些朋友低位的时候买 现在都叫做开心 但是不少朋友看到他升势 一直都没有停止的时候 其实可能高位追了 我举个例如NVIDIA 可能有些朋友是200多元买 但是700元或者八字头追的 其实都有的 Thomas 你怎么判断 其实纳指七雄过往的升幅集中的时候 现在有一个开始的回套的时候 你觉得是一个买入的时机 还是大家都要留意着 那个风险其实都开始大 其实美股昨天来说的表现也是比较反复的 如果你以收市来看的时候 道指虽然升 但是标指和勒指都下跌了 另外在日内来说 道指曾经下跌了接近300点 后来走势才开始在逐步回信的时候 都是升几十点来收市 市场对于美国的CPI 其实就是预示到底是6月 是否有一个条件来减息 现在市场预期是3.1% 跟上个月公布的数据是持平的 但是上个月公布之前 市场预期是跌到2.9% 就是说上个月公布CPI之前 市场是乐观点 看通胀会回落得快点 但是现在就开始变得审慎 又看回是3.1%的状况 如果真的数据也是符合市场预期 就是说 其实美国的通胀 没有什么跌下去的状况 会导致未来减息的开始 可能未必是6月 对于美股来说 会倾向是会有一个震荡的状况 所以其实在后市暂时来说 都未适宜太过乐观 至于对于芯片股 我想之前市场一直看 始终都有很多不同的产业 有这个需求 譬如是新能源汽车 另外是AI的板块 以至到很多文言用电子产品的配套 例如在电脑方面 Tablet方面 各个方面都需要用芯片 所以需求是非常之庞大的 但是也值得去留意 其实未来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也有比较大的挑战 第一样最主要考虑 就是原材料的供应 因为始终在中美国力时 以至中国限制了两种原材料出口 这对于未来的芯片的研发 可能会有一个阻碍 另一个方面 其实现时的芯片需求的预期 很大程度是认为 AI的发展是很快的 但是AI的发展 其实需要投放很多资源 这也有赖 到底经济增长是否有一个配合 我们暂时去看的时候 美国的增长势头都是不错的 支撑到AI一个快速增长的预期 但是如果美国的经济有一个转变状况 对于AI的需求 立即看法会不同 这个状况之下 也会对于芯片的行业 带来一个挑战 另一个方面去看 如果美国出现一个需求 有一个饱和风险 只不然企业要向外出口芯片 但是现在美国对于中国 是有一个限制在 变成了现在这些产业来说 倾向上是靠一个本土的消费 来带动强劲的增长 但是未来方面 可能挑战也会比较大 变成现在开始有一个回调的时候 其实相对上 大家都开始要变得深深一点 好啊 我们谈谈日本的情况 因为日本昨天 向上修订了第四季度的经济数据 简单说一说 其实上个月公布了 2023年第四季的GDP 就是按年跌0.4% 如果以一个季度的数据 按年比较 就是连续两个季度 按年比就出现了一个跌幅 就是陷入了一个技术性衰退 但是昨天最新公布的数字 就是2024年第四季的GDP 不过就是向上修订 由跌0.4% 就改为增长0.4% 就是一个季度按年跌 一个季度按年升 其实就叫避免陷入技术性衰退 昨天公布了消息之后 其实看到Yen的会价就上升 但是同时看到日股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跌幅 昨天最多的时候 其实跌过千点 最后去到收市 日经2.25指数 最后来就是跌幅收窄 跌百百多点 但是跌幅也是超过2% 至于Yen昨天就是升了 对港元高位其实看到5.35 最新就是5.32的水平 现在大家看着两样东西 就是日本的经济前景 第一就是 刚才说过的历史数据 就是暂时避免陷入了经济衰退 但是日本企业和员工之间的 新筹谈判结果 其实这两天就会陆陆续续出台 这就是俗称的春斗 稍后Thomas也会解释多一点 为什么资金谈判 会对经济有一个影响呢 第二就是日本央行 其实下星期就会公布议息结果 之前就吹引风 现在市场就官网 或者相信有机会 会结束负利率政策 就会在央行公布利息调整的时候 同时公布负利率政策的改变 这种改变就会引导到 有机会就是2007年以来 日本是首度加息的 刚才说春斗 其实就是不同企业 跟他们员工的谈判结果 共同社报道 率先公布结果就是软人的 员工的平均加薪幅度 是达到5.5% 就破了历尼记录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不少香港的朋友 都会有涉猎到 或者有机会参与到 日本市场 有些人长线一点 会在NPF 有一些仓位是摆入股 有些可能短线一点 可能会买了一些ETF 昨天有一个回号 而且幅度是不小的 你觉得是在买入时机 还是要像刚才说的那些晶片股 要进一步留意转世的风险 如果你说 就着春斗方面 始终远仁都是属于一间大企业 变成它的平均加薪幅度 都超过5% 其他企业的加薪幅度 都差不多 但也要考虑 现在日本的通胀是2.2% 明显地 这么高的加薪幅度 傾向上追回疫情期间 可能是凍薪或减薪的时候 所以现在去弥补状况 但是要考虑 员工有一个弥补的时候 到底企业的盈利 可不可以 因为这个逆后伏常 大幅反弹来追回呢 刚才Wendy说到 第四季日本的经济增长 由-0.4%向上收定 到-0.4% 如果全年来计算 亦有一个向上收定 就是由-0.1%转到-0.1% 其实近乎是一个零增长的状况 如果刚才我们说到 通胀是2.2% 但经济增长只有0.1% 这个数字是两个有一个明显的落差 站起来的 在项 pH上層就已经有 annoy了 中间 激度的状况 在我上屿上層的记忆 在你上屿下屿上屋就已经没干了 屏幕上屿下屿下来 后还还 floods